交点1 备式定理 第一 事件的分割 假设事件S1 S2到XN为样本空间S中的N格事件 如果这N格事件两两为互次事件 而且这N格事件的连级会等于样本空间S 则我们称这N格事件为样本空间S的一个分割 第二 假设A1 A2到AN为样本空间S的一个分割 而且这N格事件发生的几率均不为0 假设B为样本空间S中的一个事件 那接着配合右图我们可以知道 要计算B事件发生的几率 我们可以计算B与A1同时发生的几率 加上B与A2同时发生的几率 以此类推加到B与AN同时发生的几率 那其中如果我们要计算B与A1发生的几率 我们可以配合条件几率的乘法原理 可以表示为PA1乘上在A1发生的条件下 B发生的几率 那其他的项以此类推 所以我们可以推得第二个 在B事件下AI发生的几率 那分母就是PB 也就是刚刚第一个式子 那分子就是锁定AI且B发生的这个几率 那我们在计算B事定理的时候 其实同学不用刻意去记上面的这些公式 我们只要按照题目的条件 我们将它画成树状图之后 去讨论每个分割底下 我们所要计算的几率即可得到答案 那详细的计算方式 可以参考后面的梭例以及范例 梭例 梭例A 某校将学生区分成甲乙丙三组 而每组学生人数分别占 该校学生总数的30% 30%以及40% 接着我们又知道 这三个组别中 个别有30% 20% 以及25% 比例的学生为住宿生 经任选一学生 求 第一小题 该升为住宿生的几率为多少 首先 我们可以先将学生 按照组别的方式 区分成甲组 乙组 丙组 接着再去讨论 每一组学生里面 住宿生以及非住宿生的比例 个别为多少 所以按照题目 我们知道甲组桌上的比例为30% 乙组是30% 丙组是40% 接着在甲组中 有30%是住宿生 所以可以推得有70%为非住宿生 那其他组别以此类推 接着在第一小题要计算的是 我们任选一个学生 而这个学生为住宿生 所以这个学生为住宿生 它的来源可能是来自于甲组 然后是住宿生 或者是乙组 而且是住宿生 或是丙组 而且是住宿生 所以计算后可得 抽到住宿生的几率为25% 接着第二小题 以之该生为住宿生 则此生来自甲组的几率为多少 这题为条件几率 我们要计算的是 以之为住宿生的条件下 这个学生来自甲组的几率 所以分母要计算的是 抽到住宿生的几率 那分子要计算的是 抽到甲组 而且是住宿生的几率 所以第一题的答案 就是第二题的分母 那分子的部分 也就是前面第一组这个 来自甲组 而且是住宿生的几率 那计算后可得 几率为二十五分之九 范例八 唐室症为人体最常见的 一个染色体异常疾病 通常会有中 重度的智力障碍 并且伴随着先天性的心脏病 生长痴患等问题 根据国建署统计资料 新生额唐室症的罹患率 约为七百分之一 若孕妇在孕期的第十二周 做第一期 母鞋唐室症检测 可检测出85%的唐室额 也就是说检验结果会呈现阳性 而实际上非唐室额 却检验成阳性的几率有5% 试问 若检验结果为阳性 则此胎额真正是唐室额的几率为多少 这个题目也是被试定理的问题 我们会按照题目的设定去画出树状图 那在做疾病检测的树状图时 我们会先画出实际上的分类 以这题来讲会分成是 实际上这个新生额为唐室额 以及它是非唐室额 那接着再去讨论唐室额 检验结果为阳性阴性 以及非唐室额检验结果为阳性阴性 那从题目条件我们可以知道 实际上为唐室额的比例为1% 所以可以推得非唐室额的几率为699% 而唐室额检验结果为阳性的几率为85% 所以可以推得检验阴性的结果是15% 而非唐室额有5%的几率会被误判成是阳性 所以可以知道检验正确的几率是95% 接着题目所要问的是 当检验结果为阳性 而此新生额为唐室额的几率为多少 所以分母要计算的是 检验结果为阳性的组合 所以组合有两种 一种是这个小孩实际上是唐室额 而且检验结果是正确的 以及这个小孩非唐室额 但检验结果误判 那分子要放的是 实际上为唐室额 而且检验正确的几率 计算后可以得到几率为716分之17 检验但检验的几率 检验的几率